一名浙江的民眾寫了1,000多字的退黨聲明 由於節目時間關係 下面就讓我們來看他的聲明節選 浙江的張選澤說 為什麼中共政府要建立網路防火牆 為什麼要限制媒體自由、言論自由 李文亮等8名醫生是造謠嗎 造謠的人污衊說出真相的人為造謠者 為什麼各種敏感詞404在國內的網絡上泛濫 共產黨所做的一切 目的就是要阻礙中國民眾獲得真相 使得共產黨的謊言得以在中國延續 以前只以為共產黨貪污腐敗 學會翻牆上網後了解了無數事實真相 近期的武漢肺炎又是一例 對共產黨邪惡本質的體現 不斷的造假資料、隱瞞疫情 所謂的可防可控、有限、人傳人 最終造成全國、乃至全球的感染擴散 疫情擴散後又暴力封城 製造了無數人道危機 看到封城導致經濟要崩潰 涉及政權穩定了 又跳出來犧牲老百姓的健康和生命 要求復工 可自己的兩會 哪怕只是面子工程也要推遲 現在又跳出來混淆疫情發源地 還要武漢人民、湖北人民 甚至全球人民感謝它 無恥之由 特此鄭重聲明 本人已經認清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宣誓脫離與該邪惡組織有關的一切 劃清界限 並盡己所能傳播真相